师哥 这个德云斗校社马上就开始了 好事 这个除了咱们老哥俩之外呢 孩子们得陆陆续续的出现在节目里边 好 教了几个但是我还是多少有点嘀咕 您要说台上说相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真做节目那是另一回事 就咱们这个得挨个瞧一瞧 审一审 咱审一审 您给拿个主意 不敢 因为这个做节目啊演戏啊 那您都是投钩的 您可行 您垫底在这儿我心里就踏实了 您也看看孩子怎么样 开始吧 咱陆续来啊 咱就按照云和九霄的顺序 依次地来 有请德云社云子科卢云平卢大爷 师父 好 大爷 现在的这个环节叫试镜 是是是 站在舞台上要让观众们熟悉的 还是不熟悉的都了解一下你 做个自我介绍 好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的向上演员 鸾云平 对全世界这说 鸾云平是我的爱徒 你就是破了钢死生子 对不对 您敢惹罗云平 五十年没有上演你信不 你又不知道怎么还爱街下茬呢 你爱是什么是什么 贫不贫啊你 他不给您添麻烦 你给我添麻烦了 在德云社学徒学艺十五年了 在这节目我再火不了呢 我估计我这辈子就完了 这个罗云平呢是我早期的弟子 而且呢有一个爱徒的美誉 并且呢也是所有队伍里边的总队长 是我们的副总 你叫刚正伯 谁都敢怼 这是我特点吧 那是 很好 朴实大方 尊敬的余老师 这个您看完之后有何感想 我懂了 这就是用一句 我用 还有 余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 陈州策判千番过 陈州策判的又一春 可能是这个意思 一边听完我的发言 是不是一边痒痒了 颈椎都犯了 是 来 下一个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是云子柯弟子 可能也没有听说过 朱云峰这个名字 但是大家伙可能 都听说过 烧饼这两个字 烧饼是我的好徒弟 在我心里边跟我儿子是一样的 烧饼小的时候呢 真是没法看这位 我那会老说 这孩子站院里把狗吓一跳 我虽然说我不是小先生 但是呢 但是我骚啊 看 这山 就得有腿 你看拉倒 开玩笑 山怎么会有腿呢 那可不 对不对 一说哪个山带腿不可能 我也没有什么像他们长得好看 其实我就是身材好 我就是放得开 你要想怎么着我都成 是吧 说热了 反正我先犯一个 是吧 今天我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 最强壮男人 谢谢哥来 谢谢 谢谢 劲在不严重 好 去吧 来 下一个 这一出来就像风柏杨柳一样啊 鸟鸟听听的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的现场演员张克伦 来到德云社的面试 三进三进 英雄不问初处 流氓不问碎水 又来的咖喱味的牙膏 这韭菜味的香水 要要切开呢 我来啊 真神秀嘛 想让大伙看到我真实的一面 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不知道真实是好是坏 但是我想把自己 除了台一面 台下的一面 让我看一看是什么样 张赫伦来德云社 比较坎坷 对 从开始报考的时候 三进三出 其中很多罪呢 都被其他的 像是艺人 都放在自己身上了 成为了他们的故事 你就知道他那些故事 有多不容易 对 尊敬的余老师 考完张赫伦之后 如果您依然不想说话 您要不查查一下吧 您这个身体有问题了 财艺啊 你看一字值千金 余大爷问了 有没有什么财艺要展示一下 好吧 那个因为在德云社当中啊 我就是一个号 改编个小歌小戏小曲小调的人 这么着今天我也改编两句 把我从 好 好了 好了 这个展示完了 还有什么样 师傅这挺好的 我很用心的 来吧 把我从梦中 把我从梦中 我找不着电话 好 从梦中 进行的是师傅的电话 师傅说 咱们都小舍 终于开机了 兴奋的 我从床上跳下来 飞奔出了家 邻居阿妈说 孩子快回去 你忘穿裤子了 希望得到你们的掌声 谢谢 赶紧来点 赶紧来点 怪不回的 加油 希望你的这个才艺展示 能够得到余老师的赞美 好 你可以回家了 没什么地方 不行 我再唱一遍 来 下一个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孟和唐 呃 七队的队长 向上有心人总冠军 莫冠堂 和我师傅也答应我 嗯 捧我 对呀 反之为师傅 你配来的 你配上 啊 没我不是没有 有 比较简 盘他 这次来呢 有很多我的队员 有上九溪 齐瑶贤 还有周九良 有点有点干 那就哪些小才艺啊 让大家记住我啊 不不不不不 比我好不了点去这个 重来重来啊 这 这不能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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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孟和唐 我的师傅郭德纲 云克九霄龙通四海 救赎我最棒 我叫孟和唐 我搭档周九良 十年搭档没有分手 就靠一个浪 好 接下来是我们德纲社这个九字课的演员了啊 腾讯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德纲社现场演员周九良 周九良 真的 我的搭档是孟和唐老师啊 我是孟和唐老师的搭档 十年了 到现在没有分手就靠一个浪 哦 你的特长是什么呀 我的特长就是 跟孟哥搭档 我是队长的搭档 我是队长的搭档 好 理解 理解 行吧 去吧 有请德纲社九德哥相声演员王九龙 九龙叔叔叔叔好 大伙好 请大伙做个自我的介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德纲社的相声演员王九龙 郭德纲是我舅舅 我对你多温柔啊 不是 来自于天津 出生年月日是 1996年8月14日 阴历呢是七月初一 正婚类了 我来德纲社十年了 好 余老师 看完王九龙 余大爷这一鼓掌我很感慨 因为余大爷知道 我和王九龙的私人关系 我是他舅舅 但是呢咱们这孩儿讲话 当堂不让父 举手不留情 真正做节目 打这上场门一出来站在台上 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所以你自己还是需要努力的 听下来吧 好嘞去吧 我没绝活 那行 我看出来了 来 叫张九龙 师傅好 大爷好 师哥们好 我是德纹社相上演员张九龙 郭麒麟掏钱 我王九龙郭麒麟 是 我们哥仨踢全场110米的成人足球场 我历 什么什么 累死咱们仨呀 累不死我和郭麒麟 因为我和郭麒麟当守门员 你满场飞奔 刚才我看了这师哥们这才艺都这么优秀 闲言少叙 我给您打个快板 做个自我介绍 主板打走上台 见到了大家笑开怀 身居义工敬个礼 祝大家身体健康好运来 咱们人人全都多发财 这个桃花飞舞柳条青 我的名叫张九龙 相上快板全都行 听完九龙啊 保证您有个好心情 听完张九龙能有好心情 尊敬的余老师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大爷的话都在表情里边了 挺走的表情包 来 下一个 大家好 我是德鲜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上九熙 上九熙笑掉我的头 我的头在哪里 我像德语贵子号 以后我就是上九熙 ABA德语断头台 我们是德语社的不杀人转 时尚的上 来英文就是 fashion 来中间有个九 九就是七八九的九 九就是9 后边还有一个锡 锡就是那个比划有点多 锡锡嚷嚷的锡 我的才艺比较特别 我能拿嘎酒窝出声 你是希望通过咱们这个节目 找到一个中医吗 给你治是没有 不是 我还能举一反三 尊敬的余老师 别喝了 别喝了 行了 还要喝呢 看完之后有何感想 太好了 余老师就离得远 要离得近就脆你脸上了 有请德云社肖子科相声演员 秦潇贤 来 叫秦潇 师傅 秦潇现在很红 这有个外号叫 傻子 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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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太聪明人 叫傻子的相声演员 在这个咱们相声历史上 可有几位 但是都不是傻子 都比谁都行 台上的能耐也都特别好 我也希望你能向这些老先生们学习 当然最关键的是要长能耐 以你的知名度和热度 来带动你的专业共同往前发展 好吗 爷们 好 知道 谢谢大爷 中国相声历史上好几个名字叫傻子的 就这几个傻子比贼还贼 没有真傻子 接下来你大爷还有一大段话对你说 我这没好了 我刚才没说都是说 好 好 大家依次都做了自我的介绍了 徒弟们 接下来在这儿节目组会挖很多的坑 到底最后谁能上谁不能上 这得看你们的综合素质了 各位把心态放好 争取在节目里边能够取得好成绩